来看到澳洲现在真的是一个地狱炼绿了 这是澳洲受到了世纪洪水的侵袭 灾情的产纵被抵御为是澳洲的卡翠娜 这个大水不只是从内陆地区泛滥到了沿海的布里斯本 死亡人数也节节的攀升 有23条人命被大水吞噬 其中包括了一个13岁的男孩 他要求救援人员先救他的弟弟 其实他自己并不会游泳的 但是没想到他自己不幸被大水给冲走 舍己救人的精神令人动容 巨浪般的土黄色大水收猛的吞噬车辆 澳洲土屋巴士一个母亲带着两个男孩出门采买上学用具 遇到洪水包围 13岁男孩乔登虽然不会游泳也很怕水 却勇敢地要救援人员先救自己的弟弟 10岁的弟弟布雷克成功获救 但大水实在来得太快太猛 等救援者回头要再去救出母子两人时 哥哥乔登已不幸落水 43岁的妈妈心急要抓住他 也跟着被大水冲走 布里斯本遇到4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灾情之严重就像是澳洲的卡翠纳风灾 繁华的商业区被泡在水里 郊区更是只见一片黄色汪洋 当局估计至今已有26000栋房屋受损 将近20人葬命 而小乔登牺牲自己救亲手足的故事 在这场无情的迁灾中更加令人比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郁玉涵 纵合不朗